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二个是叙述造论的意义 开启信论前面这个记子一共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叫归境 第二部分叫数议 归境当中八句 八句呢我们基本上快学完了 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论述造论的意义 那么前面这个启信论放在前端的这个记子呢 是八句话 我们在里边呢 在这儿呢 再重新呢 恭颂一遍 归命尽十方 普作大饶意 至无限自在救护世间中 极笔体向海 无我据一发 无边得藏僧 勤求正觉者 那么 我们上次呢 是讲到了说 这个开经记里边呢 讲到这个佛法僧呢 是住持三宝的 那么 他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个 普作大饶意 三句 下面三句 普作大饶意 至无限自在 救护世间尊 普作大饶意 三句 是别是佛宝 极笔体向海 无我据一发 这个二句呢 是别是法宝 无边得藏僧 勤求正觉者 这二句呢 是别是呢 僧宝 节约住持三宝逝者 都是根据住持三宝来 来开示的 一体之外 无住持固 不归住持三宝 极非归一体固 普作大饶意者 彻正平等体性 能以同体法力熏众生也 这是讲的佛的法身德 正德法身之后 这个法身所起的作用 这个法身所起的作用呢 是用同体的法力来熏众生 那么 下面这句呢 知无限自在 是讲的圆满四智菩提 照理 量尽 昔无语言 他有智慧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佛的剥弱者 有智慧呢 这个智慧向内 能够证得自己的离体 这叫根本智 量尽呢 是向外能够明白一切境界 量尽就是量知 知道一切境界 那么救护世间尊者 这句话讲的就是佛的谢托德 谢托德就是自在 操作自在 做事自在 他做事是干什么呢 他不是搞自私自利 他是救护世间 所以呢 救护世间尊者 究竟大慈大悲 救恶护善 无语等也 尊就是无语等的意思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什么东西没有人跟他相比呢 救恶护善 当你在险恶当中 他能救发出来 当你有善的时候呢 当你行善的时候呢 修善根的时候呢 他护持你 他护持你 所以呢 他的谢托 他造业就造这个业 救恶护善的业 那么 往下 欧依大师 接着叙述 法身 明义 实戒众生 佛呢 有三身 我们大家都知道 法身 报身 化身 法身呢 明义 实戒众生 明呢 就是不显 明明之中 暗地里 看不出来 义呢 就是利益 实戒众生 实法戒众生 大类 实类 可以说 都是心的生灭门 这一边的事情 心的生灭门 产生实戒众生 那么法身呢 在明明之中 利益 这实戒众生 报身呢 显异地上菩萨 登地的菩萨 就是我们说的法身大师 原叫出渡 别叫出地 那 这样的菩萨 是由佛的报身来负责的 非常明显的 看得出来的 非常明显的 显现出来的 报身是显现出来的 利益地上菩萨 那么化身呢 显异三乘六凡 三乘就是 生文圆觉菩萨 这个菩萨是没有 正德法身的 地前菩萨 或者说是 初行菩萨 那么 这三乘六凡呢 就是六道凡夫 什么 佛是实现成什么身 来度化我们呢 实现成化身 实现成化身 那么 所以呢 欧益大师说 佛呢 以法身 报身 化身 来利益 实法界众生 法身呢 是明义实界众生 报身 是显异地上菩萨 化身呢 是显异三乘六凡 显异 那么 所以呢 顾云普作大饶义 所以实法界众生 全在他的利益范围之内 所以叫普作大饶义 所以欧益大师说 顾云 为什么叫 为什么说普作大饶义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 欧益大师说 三身一物 物呢 就是物类 我们众生 都是物类 不单只有情 那有情是物类的一种 有物呢 就指的有情和无情 情与无情同源种之 都是一个性 所以 他就用物 来概括 所有的众生 有情众生 是众生 无情众生 也是众生 那么 而三身一物 所以 这个物字 我们大家理解 佛经当中 经常用这个物字 就是打消 我们认为 有人我 这个概念 而三身一物 并依 平等法性之力 三身一物 利益 实法界众生 是依靠的什么利呢 并依就是全都靠的是 平等的法性之力 啊 法性呢 就是真如法性 靠这个力量 来完成 法身明义 世界众生 抱身显异 地上菩萨 化身 显异 三乘六反 靠的是法性之力 这个法性的力量 这个法性的力量 我们给它 啊 一个名词 数之以 为 法身佛保 法身佛保 法身 有法性之力 由于 由于有这个法性之力 所以 我们才能形成三身 法身 抱身 跟化身 来利益众生 所以 这三身 利益众生 全都是靠的 平等法性 的力量 这个平等法性的力量呢 我们给它 啊 这个 依据这样的法性的力量的存在 我们把这种法性力量称之为 法身佛保 啊 法身佛保 那么圆镜制品 能显法身 啊 圆镜制品 能显法身 平等制品 能视报身 成是制品 能现化身 观察制品 应激说法 故云 智无限自在 佛呢 啊 显现出来法身 来明义 使法界众生 它靠什么 啊 来显现法身 明义使界众生呢 靠 圆镜制品 它有一个智慧 叫大圆镜制 啊 品呢就是类 啊 靠圆镜制这一类 这一类的制 它一共有四类的制 一个是圆镜制 一个是平等制 一个是城市制 一个是观察制 品呢就是类 还有四类制 第一类制呢叫圆镜制类 圆镜制 这个圆镜制呢 是智慧 首先它是智 顺从我们世间说叫智 我们一谈到智呢 这个智呢就是能 了解 的能 那么一有智呢 就一定有了解的对象 我们说叫智所理解的理 而大圆镜制呢 圆镜制呢 它的智 跟它的理 合在一起 平等平等 啊 那么 跟圆镜制 圆镜制所照的这个理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法身 啊 啊 所以圆镜制 跟我们的法身呢 啊 跟我们的法身呢 啊 是一不是二 顺从我们世间 啊 现在 我们生活的世间 有智有理 啊 靠着智来理解理 理被智所理解 啊 那么我们说 圆镜制品啊 这是随顺我们的世间的 啊 反情来说的 圆镜制品呢 能显法身 啊 所以法身的显现 是靠圆镜制显现出来的 啊 是靠圆镜制显现出来的 那么 所以 我们通常管法身 是依附于 圆镜制的 那么 那么法身呢 可以说是一个境界 那因为你有智 就一定有智所量的这个境 而实证中呢 是没有境界下 那既然你用了智 我们通常习惯就会说 在智的对面是有一个情况 是让你的智来了解的 那么圆镜制对面这个情况呢 是法身 而法身呢 是不现象 啊 所以 圆镜制 啊 能显法身 啊 那么平等性质呢 啊 平等质品 啊 能使报身 啊 这个 法身 是靠着圆镜制品 就是 你看我们《启行》里边讲 一于静制能起一切圣庙境界 静制四个 一个是圆镜制 一个是平等制 一个是城市制 一个是观察制 那么这四制 依据这四个制 能显现出来四种圣庙境界 那么圆镜制 它所显现出来的圣庙境界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法身 平等质呢 它所显现出来的圣庙境界呢 是报身 城市制品呢 它所显现出来的圣庙境界呢 是化身 那么观察制品 它所显现出来的圣庙境界是什么呢 就是应激说法 啊 所以这个四制 啊 会起作用 能带来四种圣庙境界 啊 所以 这个 四制 啊 平等制品 我们刚才讲圆镜制品 啊 是法身所依 啊 暴身啊 是平等制 依于平等制 化身是依于城市制 啊 观察制品啊 是应激说法所依的 是观察制 啊 所以每个制都有启用的地方 啊 每个制都有启用 那么 制呢 就是我们说体相用的像 用呢 就是我们说的圆镜制显现法身 法身是用 平等制显现报身 报身是智的用 是像的用 成是智所起作用 显现化身 化身 所以我们说提相用 啊 所以这都是讲的是用 那么 所以固云 智无限 自在 啊 智无限 自在 那么 偶尼大师说 圆镜制品 平等制品 啊 城市制品 观察制品 啊 这四智啊 啊 叫做智无限 自在 而四智 偶尼大师说 而四智新品 并是旷节真修之所克正 这四智怎么来的 修来的 啊 是修来的 啊 法身呢 啊 法身前面讲的法身佛宝 是 我们本来与生修来的 嗯 平等法性之力 述之以为法身佛宝 法身是我们本具的 真如法身是我们每个人本具的 不是修来的 啊 不是修来的 是我们本来就具备的 啊 啊 那么四智是修来的 那 所以而四智新品 啊 病逝全都是 旷节很长时间 三大阿僧七节 旷节 旷就是很 很长的时间 旷日持久 时间很长 旷节不是旷日 那 那就是三大阿僧七节 真修 真修 修行 真实的修行 之所克正 啊 正德的 啊 正德的 那么我们管这个 我们把这四智新品呢 啊 给它归了包尊 给它捆绑在一起 树枝 树就是捆起来 啊 以为自受用身 佛宝 又是一个佛宝 啊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有个法身佛宝 是它的法性之力 我们管我们 本身所具备的平等法性之力 啊 我们依据这个法性之力 我们说 这叫法身佛宝 根据我们 旷节真修 所克正的四智新品 我们依据这四智新品 我们说 这四智新品 我们总结 在一起 啊 放在一起 我们管的叫自受用身佛宝 还是佛宝 是自受用身 所以你看法身自受用身 啊 佛宝 都是佛 在佛果位上的宝贝 啊 他往下说 平等法身 法身平等救护一切世间 抱身救护菩萨世间 化身救护三乘六凡世间 故云救护世间尊 啊 而慈悲与拔 啊 慈悲与拔 啊 啊 那么 病世全都是 果上任运不思议用 全是果地上的 啊 任运自然的 不思议的 作用 不思议就是 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 我们能说清楚的 不是我们能说清楚的 作用 啊 管这个作用 不思议作用 我们依据这个不思议作用 我们给它放在一起 我们给它约束起来 啊 我们给它分类 啊 分成哪一类呢 圣略随类 三种化身佛宝 叫化身佛宝 化身佛宝 那么 报身 叫圣因身 六凡世间所看到的 佛菩萨这个化身呢 叫略因身 比略因身要殊胜 又没有圣因身那么殊胜 啊 又没有报身那么殊胜 但是又比六凡世间所看到的略因身殊胜 叫带略圣因身 带着略的圣因身 这些圣因身啊 救护的是什么世间呢 初行菩萨 既不是六凡世间 也不是法身菩萨世间 是初行菩萨世间 是地前菩萨 又不是六凡 又不是法身 中间有一段菩萨叫初行菩萨 或者是二秤 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化身呢 带圣 带圣略因身 那么这三种化身啊 救护世间啊 叫做化身佛报 啊 啊 化身分成两个啊 啊 带圣略因身啊 和略因身 略因身就是我们这里边说的化身 那么这三种化身 我们呢 给它归类为化身佛报 所以你看 我们说 佛成佛之后 有化身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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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相 我们的相 我们这颗心的相 就是我们说的自受用身佛报 我们这个心能够起作用 就是我们说的化身佛报 体相用 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众生的心啊 圆满具足 啊 体相用 圆满具足 这三种佛报 法身啊 这个受用身 和这个化身 啊 化身 具备这三大佛报 啊 这叫 也叫一体三宝 那也叫一体三宝 但 迷情 日用不知 迷情 迷情就讲我们现在这种状态 迷惑 有情直的众生 啊 迷离 对离不清楚 对事执着 叫迷情 啊 那么日用不知 我们天天伴随这颗心 在用着这颗心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颗心的真实的体相用 是这个样子 是三个宝 法身佛宝 啊 自受用身佛宝 和化身佛宝 我们天天跟它在一起 我们不知道啊 它的体相用 是三个佛宝 啊 三个佛宝 那么 那么 你虽然不知道 你虽然迷惑 啊 对礼迷 对事情执着 啊 有情直的 啊 这些众生 虽然你有 但是你不知道 好 那这个时候 你叫什么呢 你还是佛 啊 你还是佛 明 我们管你 明就叫 欧语大师说 明 理记佛 管你们这种人 啊 迷情日用不知 这种人叫做理记佛 理论上 你们是佛 啊 因为你没有一颗 啊 借耳心性 你们这颗心的心 理论上 是跟佛心是一样的 所以 从心上论 从心体上论 从心的本性上论 你们就是佛 啊 所以理记佛 那么 诸佛 圆满正德 啊 那么 一切众生 现前 戒耳心性 本具之体相用 被诸佛 圆满正德 诸佛 人家也是众生 在没成佛之前 他也有戒耳心性 但是他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他把这心性 圆满正德 证得什么 证得这颗心性的体相用 啊 证得了这颗心的体相用 圆满正德 明 我们管这种 啊 佛 可以称之为究竟众生 是众生当中的最高级 叫究竟 最圆满的众生 最彻底的众生 啊 所以你看他 他把众生和佛 他对那些啊 啊 迷情日用不知 自己的戒耳心性的体相用的 这些众生叫做 李济佛 也是佛 是理论上的佛 而对那些圆满正德了 这个戒耳心性的体相用的 啊 这些佛 他说 他们也是众生 不过是究竟众生 所以众生 跟佛没差别 你没有正德 你也是佛 叫理计佛 你正德了 你还是众生 只不过是究竟众生 所以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从心上论 佛心跟众生心是一样 啊 那么 佛的心跟众生心是一颗心 啊 佛跟众生没差别 佛就是众生 佛就是众生 你看 众生叫理计佛 啊 佛叫究竟众生 啊 究竟众生 显示一 啊 一体 从体上论 没有差别 从相用上来讲 差别很大 啊 相用上来讲 差别很大 众生 无上者 佛是 众生 没有众生当中的最高级的众生 最棒的众生 最顶级的众生 没有比他在上面的众生了 众生 无上者 佛是 佛是 啊 无上的众生 没有比佛 更圆满 啊 更好的众生了 啊 众生无上者佛是 那么众生是生活在世间 所以 我们也管 佛 既然你是无上众生 那么众生是世间的现象 啊 所以我们也管你 顾名为 世尊也 为什么我们管佛叫世尊呢 因为他首先是众生 是众生 他就是世间这边的事儿 但是 他是无上众生 所以叫世尊 世间最尊贵的众生 啊 世间最尊贵的众生 所以我们这世间有佛没有 所有的众生都是佛 不过是礼济佛 那佛法界有没有众生没有 所有的佛都是众生 不过是究竟众生 啊 不过是究竟众生而已 这论述了就是 啊 这个 普作大饶益 这个 知无限自在 救护世间尊 把这个佛 给解释了 极比体相海者 就是解释这个极比体相海这句话 比 就是他的意思 那么这个比字呢 即指上佛宝 我们不是归命尽十方 先归的是佛宝 这个比呢 就是讲的前面三句 不作大饶益 知无限自在 救护世间尊 这三句所阐述的佛宝 极比体相海 这个比就讲的是上面的佛宝 我们先归一了佛 和 这个佛 这个极就是和 极比体相海 和 他的体相海 我们归进了佛 归一了佛和 他的体 还归一了他的体相海 所以极呢 就是指上面所说的佛宝 体相呢 为真如之体 讲的是什么呢 真如之体 性德之相 啊 体相这两个字 体这个字 讲的是我们心的真如体 这个相呢 是讲的我们的心的 真如体所显现出来的相 叫性德之相 真如之体是描述这个体 真就是不假 如就是不变 用我们世间的文字 真如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是 我们语言当中的 描述真如体的最究竟的语言 最贴近这个体的语言 尽管是语言 就不能描述这个真如体 但是我们不得以而为之 用真如这两个字 把所有的语言 全部平除掉 用这两个字 挑下来剩下的这两个字 来描述我们的心体 这个真如体 那么真如是两个字 讲的是两个 这个体的两个现象 一个是真而不忘 一个是如而不变 这是描述我们的体 这个体真而不忘 如而不变 它有能力吗 能得到什么呢 所以说性德之相 讲的就是这个体的能力 它的创造性 所以性德是本性所具备的 德 得到 德就是能力 性德就是本性所具备的能力 心的本性所具备的能力 所以这个德不是一般的德 是从性里边显现出来的德 是性里边本具的德 本具的能力 我们管心性本具的这个能力 我们给它一个名词叫性德 这个性德呢 我们称之为是我们心体的相 像 像 样子 你说我有体 有体的显像啊 光有体没有哪个体是不露像的 我们的心体所露的像是什么像呢 性德之相 具足无量无边的创造性 它显现出这个像 叫性德之相 那欧比大师接着说 既言体相 既然已经谈到体相了 即设于用 那么 用 就必然包括在内 所以你说体相就包括用 因为没有体相而不起用的 所以不言而语 说了体相 就是 就起作用 所以就包括了用 所以即比体相海 实际上就是即比体相用海 即比体相用海 用呢就不用说了 就包括在体相当中了 那么 为什么我们说了体相就一定包括用呢 以示三法不相离故 因为这三法 以就是因为 是就这 以示三法 就是因为这三法 这三件事 不相离故 它是离不开的 有体就一定显像 有像就一定启用 有用就一定有体 就一定有像 那 这三个是不能相 不能分开的 不能分开 那么 既然不能分开 我说了体 就不言而语 就带出像和用 我说了像 自然就得存在体 就得自然就存在用 所以我一个像字 就包括体和用 我说一个用字 没有体没有像 哪来的用呢 所以 这三个是不能分开的 那我们心是有法 是一个存在的事物 是一个现象 是一个情况 每一个众生都有心 这个心 它有体效用 你说我光有心体没有像没有用 不可能 我们每天 都在发挥作用 身口意 都在造业 这都是用 我们这个用 一定是依附于某一种像 叫祸像 迷惑颠倒的像 这个祸像 一定是依附于一种体 这个体叫不觉体 三细像 因为有三细像 起祸 造业 受苦 这体呢 就是不觉的三细像 而起祸 造业 因业受苦 就是六粗像的 像很用 所以不觉也有体像用 不觉的体 叫做三细 不觉的像 叫做什么呢 至像 相续像 执着像 这是不觉的像 这是不觉的像 而立明等像 这四个叫祸像 就是它的像 用呢 造业 果呢 因业受苦 所以 所以 三法 体相用 三法不相离骨 此体相用 深广莫测 欧比大师说 接着说 这个体相用深广莫测 明知为海 给它一个形容词 我们世间 海是深广莫测 测不清楚 不能够测知 不能够知道 所以叫极比亦体相海 比是简能 讲的前面的佛宝 体相 讲的是真如之体 性德之相 那么讲体相 就一定带着用 所以体相用 那么这体相用呢 深广莫测 所以 给它一个形容词 叫海 所以极比体相用海 用呢 就不说了 因为说体相 就一定带着用 这三法是不相离的 这讲的是什么呢 明知为海 虽体相海 即是众生现前心性 虽然呢 这个体相用这个海 这个体相海 就是我们众生现前 介尔心性 本来具备的 不单属佛 不是只有佛有 这个体 这个相 这个用 深广莫测 像海洋一样 不单单是佛是这样 不单属佛 而为佛究竟正德 但是呢 只有佛 彻底的把这个体相海 这个心性的体相海 彻底给证 并且得到 故 故举此以显所全法宝也 所以啊 我们举佛的心性的体相海 我们把它举出来 把它说出来 来显示 显示出什么呢 我们所诠释的 我们所解释的 这个法宝 我不是说佛法僧吗 啊 那么这个法呢 我们解释的是什么法呢 就是我们心性的体相海 这个法 那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心性啊 都有心性 是有心性 就都带着体相海 你为什么 光讲佛的心性的体相海 没别的啊 你也别着急 不是佛的心性的体相海 深广莫测 你的心性的体相海 也深广莫测 区别是佛究竟正德 所以我们呢 把究竟正德的这个体相海 佛的心性的体相海 拿出来 表示出心性的 我们所解释的心性 这个法宝 我举出我的心性来 我是一个凡夫的心性 我的心性当中被烦恼所不见 所遮盖着 所蒙蔽着 所隐蔽着 我是有跟佛一样的心性 但是我的体相海显现不出来 我举我们烦恼所之二障 所遮覆的这颗心性 不能够显示出 我们心性的体相海 就和那金子 藏在金矿当中 看到金矿 并看不到金子 如果我把金子也炼出来 你说我是用金矿来显示金子有力啊 我还是用从金矿里炼出的金子 来显示出来 来向你展示说 金矿里边有金子 是这样一种东西 那你肯定取后者 我愿意用 我愿意您 用金子来表示金矿当中所含的 这部分成分 就这意思 而为佛究竟正德 故举此 举此 这个此是什么 举佛的 被正德的心性体相海 来显示我们所解释的这个法宝 我们所要解释的这个法宝 欧瑜大师接着说 极者 极比体相海 极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显示佛法本不二故 佛 这个极就是的意思 佛 前面讲了 普作大饶益 至无限自在 救护世间尊 极比体相海 和他的体相海 这个极字呢 有和的意思 我除了讲这件事 我还把这件事也讲了 是和 我除了吃菜 我还吃了饭 饭 极 菜 但是这个极字 还有一个字 是是的意思 佛 是法 啊 所以 这个极字 他用的很巧妙 这个极字 他从事上来讲 是这件事和那件事 同时他还有 这件事就是那件事的意思 啊 极者 爸爸 极父亲 就这意思 极者呢 显佛法 本不二义 他用这个极字显示出佛很法是 没有二是一的意思 盖 盖呢 是引 是一个语气词 放在聚首 引出我们的论述 盖 佛是假名 啊 佛呢 是假名 是凭借着一种东西 假借着一种东西 给这个东西 命一个名 啊 是借着佛 这个字 来命名一个东西 所以佛是被别人借用的 来描述一件事物的一个概念 明是概念 啊 这是一个假概念 不是真假的假 是被借用的意思 啊 我们借佛来命名一个东西 叫假名 命名的是什么东西呢 啊 命名的是这个法 啊 所以说佛是假名 啊 我们是用佛这个字 来描述一桩事情 法是实法 法是真实存在的 就是我们说的心性的体相海 我们管心性的体相海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说叫佛 啊 我们心性被正德之后 所显现出来的体相海 我们给的一个名字 叫做佛 我们用 借用 就是假用 佛这个名字 来描述 众生心性被正德 究竟正德之后 这个体相海 这一桩东西 这个法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叫佛 所以 法是实法 是真实的 就是心性是真实的 叫真如 啊 我们心性 有体有下 这都是真实的 那心性本身是有自性的 也是真实的 好了 那么 我们这个心性 的体相海 可以被究竟正德 那究竟正德 心性之后的这个体相海 我们怎么描述神 我们怎么 给他区分那些 没有正德究竟 心性的体相海呢 那些心性呢 有些心性的体相海 是没有被正德的呀 或者正德的程度不一样的 怎么办呢 那我们得用名字 把他们区分开来 分类开来 所以 佛 究竟正德 心性体相海的这些众生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叫佛 这个佛是用来描述 他们心性被究竟正德 所以 能够得了体相海的这些 这些众生 法是施法 拦法成人 我们为什么 产生佛这个名字呢 是依据我们有一个法 这个法是心性 它的体相海被究竟正德了 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才给了一个佛的名字 所以凭借着依靠了这个法 我们形成了一个佛这个人的名字 拦法成人 因人变法 我们因为有了佛这个字 这个人这个字 佛是一类众生 是人类的一种 是人的一种 那么你看到佛这个人 这一类人的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立刻就想到 他的心性的体相海被彻底的正德了 那你因人 你就能分辨出 这个人 他的心性 这一法的状态 被彻底正德了体相海 体相用 所以佛的产生是因为心性 凭借着心性所产生了佛的这个概念 也通过佛这个字 我们能辨别出这一类的心性 那所以 盖佛是假名法是实法 拦法成人因人变法 事故佛性法性为是仪性 所以啊 所谓佛性跟法性只是一个性 这是一个性 这是一个性 那么佛性呢 我们是描述我们这一性的智慧性 那么法性呢 所描述的是我们这一心的啊 这个 儒性 叫理性 儒儒理和儒儒智 所以佛性呢 讲的是儒儒智 他正德的儒儒理 儒儒理呢是法性 儒儒智跟儒儒理 就是一心 这个一心 带着智 这个一心 也带着理 这颗一心 所产生的智 反证自己 这一心的理 这一心的理 又产生了这个智 这个智 反过头来 又正德了这个理 就和灯有照 还照在灯的自身 因为一心之外没有对象 这个智不是研究一心以外的事 是研究用来研究一心的理体的 而一心的理体自然就产生这种智 所以在理之外 没有另外一个地方产生智来证明这个理 这个智自身就产生能证明自己这个理体的智 他说 所以所谓智外无儒儒外无智 而如就带着智 智就有如 就是有体它就显像 有像它就有体 那么这个像就是我们说的智 就是我们说的佛 这个体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如呢就是讲的我们心 这颗心性 如 那就是我们讲的体 如 啊 法 啊 如就是法 啊 如 就是体 那么佛 啊 就是智 佛 智就是相 所以佛 智 像 啊 法 如 体 啊 法如体 所以所谓智外无儒 儒外无智 那 吉比体相海那有什么说的呢 前面讲的佛宝是我们这个法宝的像 那后边这个 呃 吉比体相海这二句 无我句一法 吉比体相海讲的是法 前面的呢 土作大饶义 智乎献自在救护世间尊 讲的是佛 佛和法 啊 为什么你有佛的这个字产生的呢 是因为你有一个吉比体相海 我们这个吉比体相海 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佛 彻底被这个体相海被证得了 要叫一个佛子 啊 所以这个佛是有智慧的 啊 知无限自在 啊 啊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个佛子 跟后边讲的法子 是一桩事情 啊 就像这个镜子 有镜体和镜面 镜体镜面是一个镜 没有一个镜体不带镜面 没有一个镜面不是异附于镜体的 所谓 智 就相当于镜面 如就相当于镜体 镜面外 你把所有镜面都扔了 你也找不到镜体 如外无智 你所有把镜体都扔了 你也找不到镜面 如外无智 智外无如 啊 那么 那意思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执着于 啊这是佛宝 这是法宝 佛宝和法宝是两桩事情 实际上是一桩事情 就这意思 他达到欧瑜大师就要 让我们 跟我们解释半天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 这一桩事情 啊 就是所谓 法性佛性 为是仪性 啊 所谓智外无儒 儒外无智 啊 所以 我们这一颗 我们每一个众生 都有现前这个记尔心性 这个记尔心性 本身具备的体 叫做儒 叫做礼 啊 啊 这个心性能被我们的智慧正德 这叫智 啊 这叫相 啊 这叫相 所以我们很自信 我们既然有心的真如 心性的真如体 那我们一定有着真如所产生的 性德之相 我们有智慧 能证得我们自己 的这个心体 啊 这个事情 不需要求人 我们心性 本来就具备 体 有体 它就一定有相 有相就一定能够用这个相来证得这个体 体相 就一定带着作用 啊 所要发挥作用 所以 体是寂灭的 是涅槃的 相用呢 是生灭的 是显现出来的 那我们这颗异心 这个真如 你说是在体这种状态下存在呢 还是在相用上存在呢 你要说它是 它就在体的状态下存在 那不就是涅槃相吗 你要说 它是这个异心 是这个真如 是存在于相和用当中呢 那不是 它就有生灭了吗 那一心的真如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 既不是涅槃的体 又不是生灭的相用 离于生死的相用 也离于涅槃的体 你变体吧 你必须得找相用 相用吧 必须依附于体 所以真如这东西 说起来好像有体相用 实际上体相用是一 那么就是真如 但是真如 到底是在体的状态下 还是现用的状态下 都不是 都不是 那就既不是涅槃相 也不是生死相 因为生死产生相用 因缘产生相用 什么因产生什么相 产生什么用 无明是因产生实法界的相 产生实法界的用 无明因灭是因产生如来法界 所以如来法界也是因缘生法 因缘生法 那么无明因一灭产生如来的相 产生如来的用 产生如来的相产生如来的用 所以我们既不能执着这个体相 我们既不能执着在生灭这一边的相和用 也不能执着在真如这一边的体 因为真如 没有 不是涅槃相 也不是生灭相 但是 体相用 又没它不行 它又是真如的体相用 我们要慢慢理解 这个里边的深意 所以我们真如离于生死 涅槃相顾 就老说怎么真如 不是生死是苦吗 我们从生死回来 不就停在涅槃了吗 涅槃是体 体是寂灭的 寂是寂静 灭是没有烦恼 这是我们体的特征 叫涅槃 我们相的特征 叫生灭 叫生死 它既不是你的涅槃相 也不是你的生死相 但是涅槃生死 没它又不行 就是这么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所以 所谓至外无儒 如外无至 随便 虽便 住持三宝 虽然我们在这儿 给大家分辨 给大家分析 给大家辨别 住持三宝 世间吧 住持三宝是三件事 三件事 我们就认为一不是二 二不是三 对不对 那何必呢 你要是三是一的话 你就说一桩事情不行吗 那不是 三宝吧 那干嘛三宝啊 既然没有分别 你就一宝不就完了吗 虽然我们在这里给你讲三宝 讲住持三宝 讲这个世间的三宝 亦非调然个别 也不是说 这三件事 调然个别 完全是清清楚楚的 不是一桩事情 一是一 二是二 三是三 不是这样调然 调然就是分别 然呢 是在形容词后面所加的一个语气词 来形容这种状态 调嘛 就像柳调一样 竖调一样 一调一调 这条不是那条 那这条不是那条 那条不是这条 调然 就像调一样 像调一样的不一样 个别 个别 个别从什么样调然样 它不是调然个别的样子 它不是互相之间没有联系的 你是你 我是我的 这样个别不同的这种状态 它不是 但是 不同 语法声文 我们跟语法声文呢 是不一样的 偏指黄卷赤毒以为法宝 这个语法声文呢 就认为呢 什么是法宝呢 只有黄卷跟赤毒是法宝 黄卷 就是黄卷跟赤毒是法宝 那么 语法声文 什么叫语法声文 声文有两种 声文有两种 声文 这两种声文呢 一个叫语法声文 一个叫不语法声文 一个叫不语法声文 那我们查字典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小乘二类之一 有两类小乘 之一一类叫语法声文 声文原觉二种之小乘 咱估掘 而于大乘法空之妙离者 会为愚法小乘 就是声文和原觉叫二乘 叫小 叫小乘 它有一类小乘是单单欸 偏偏只是迷直 自法 迷就是不理解 执着自己身上所存在的五蕴法 色寿下行使 而于而对大乘法空 这无法是空的之妙理 他是于于知不知道 于就是不知的意思 愚蠢的愚 愚语对大乘法空之妙理不理解 而执着自己的五蕴法为真实之法 畏为愚法小乘 我们管这种小乘 叫做愚法小乘 对法不清楚 他对法空的妙理不理解 不知道 那这叫愚法小乘 那么一旦 虽取小乘果 那么一旦 有朝一日 他证得了小乘这个果 就是我们说的四果 阿罗汉果 然解大乘之理 然后那个时候 他就理解了大乘的道理 随回心向大者 畏为不愚法小乘 那个时候 马上 他 他证得 一旦证得小果之后 他就理解了大乘的道理 理解大乘道理以后 随 然后 随就然后 回心向大者 然后就 从小乘的心回来 向了大乘 那这种小乘 我们叫做不愚法小乘 那么这个偶艺大师 在上面说 不同愚法声闻 说这个愚法声闻 就是小乘的一种 对法空之妙理 不理解 他们这些愚法声闻 偏偏指什么呢 黄卷赤读 以为法宝 黄卷就是书籍的意思 为什么我书籍叫黄卷呢 因为当时那书啊 古代的书啊 他怕为了虫子咬 蛀虫 蛀出嘛 把这个虫子 这个虫子咬这个书 所以他用一种叫黄博 黄博 黄博的一种植物 用这种植物的汁 来侵泡这张纸 那侵泡完的纸呢 就变成黄颜色的 所以叫黄卷 卷书的意思 他为了防止虫子咬 赤读呢 读也是书的意思 读呢 是竹片 那么过去古代 没有纸之前呢 是用竹片来记载的 那么竹片多长呢 一尺长 叫尺读 这个尺子 跟今天这个赤 红颜色的赤 是一个意思 这个赤就当尺讲 所以一尺的树 竹片 所以叫黄卷赤读 那么 语法声闻认为 黄卷赤读 才是法宝 这些书才是法宝 他不认为 这个佛 是法宝 语法 他对法不理解 他认为 黄卷赤读 才是我们说的法宝 他不认识 佛性 法性是一个性 他认为 智就是智 如就是如 所以 虽然我们在这里阐述 狗语大师说 注尺三宝 我们容易 把注尺三宝 因为我们在分辨 注尺三宝的同时 我们会把佛跟法跟僧 对立起来 分别开来 他说不能来啊 那是小乘的做法 语法声闻和圆诀 语法小乘 他们是这样做 他们认为法就是法 佛就是佛 僧就是僧 不打尬的 他们认为那个法 你看我们大乘认为 佛性法性是一个性 因法是实法 懒法成人成了佛 因佛而变法 变我们这颗心性 所以我们 佛法是一桩事情 语法声闻不怎么认为 他认为法不是人 人不是法 那么他们认为的法 就是黄圈赤独 以为法宝 那么欧益大师说 然 然而 话锋一转 黄圈赤独 亦是如来藏 具体做成 黄圈赤独 就是你看 你说黄圈赤独 是法宝吗 只是黄圈赤独 是法宝吗 然而 就是你所认为 这个黄圈赤独 是法宝的这些黄圈赤独 本身 它也是如来藏 具体而成 这个黄圈赤独 是整个如来藏所形成 这个道理就太深了 具体而成 就整个 具就是整个的意思 你这个黄圈赤独 是整体的如来藏所形成 在这个黄圈赤独之外 不会有另外的如来藏 全部的如来藏 都参与到这个黄圈的形成 都参与到这个赤独的形成 在你 哪一篇黄圈呢 是第一页还是第二页 每一页都是如来藏全体 那我这个赤独 是哪一个片竹子 是如来藏 这片竹子是 这片竹简是如来藏 还是那片竹简是如来藏 或者说这两片 这一大堆竹简 形成一个如来藏 构成一个如来藏 不是 每一个竹简 全是如来藏全体 那我把这竹简一批为二呢 那二当中 每一半都是如来藏 全体 真如不可分割 为师异心 异心不能分割 所以 如来藏所形成的黄圈赤独 在语法声闻来看 他就认为那是法 那是黄圈 那是黄圈 这是赤独 但是从我们大乘 方法来看 他是如来藏全体 所形成的 既然是如来藏全体 所形成的 难道他没有 如来藏的体向海吗 有 所以一级体向海 也是体向海啊 你千万不要认为黄圈赤独 就是书啊 就是竹简 他也是如来藏 他也有体向海 所以我们说从正报来讲 毛端 喊毛 从一报来讲 微臣 我们正报以外的一报 最小的单位叫微臣 这个微臣也是如来藏全体 所形成的 也是拥有如来藏的体向海 既然有如来藏的体向海 既然是如来藏全体 所形成的 那他就有体 他就有像 他就有用 应该说 微臣里边 有 大前世界 微臣里面 有释迦摩尼佛在那说法 那说正报的一毛端里边 有虚拟山 有如来在那做莲花 做讲法 为什么 因为这一毛端 也是如来藏全体形成的 他有体有像 所以 这叫世事无碍法界 所有你看到的事 毛端是一件事情 微臣是一件事情 不妨碍 为什么 都是真如全体形成的 全体真如形成的 不是真如的少分内 不是一部分真如形成的 毛端跟微臣 那既然是全体 那既然是全体真如形成这一粒微臣 而全体真如形成其他事物 同一真如 那这个同一真如形成这个微臣的时候 是不是就把他所形成的其他事物 也自动的带进到这个事物 当中来 是的 那么微臣 就是真如所形成的一件事物 那么这个真如在形成这个微臣的时候 他把这个真如把他形成的其他东西 也带到这个微臣里面来 所以一个微臣里面有大前世界 一个微臣里面有大前世界 所以佛不用离开菩提座 他就知道整个大前世界是什么样 为什么 他只要有一个微臣 他就能够了解整个世界 运筹帷幄 绝胜于千里之外 就这意思 那么 前面讲了 就讲了这个 语法生文的现象 他们指黄圈赤独是法宝 欧一大说 然而黄圈赤独 亦是如来葬 居体所成 也是如来葬 全体所形成的 一级体相海 也是体相海 也是体相海 所以 你说 这个黄圈赤独是佛吗 是 因为蓝法成人嘛 既然黄圈赤独 是如来葬的体相海 那我们 依据这样一个体相海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佛 那黄圈赤独不是佛吗 是 因为他是如来葬全体 所形成的体相海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形成这个佛的概念 是因为有一个法 叫心性 这个心性啊 它有体有相 这个体相海啊 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佛 那我就问你啊 这个黄圈赤独这些书籍 这些竹简所形成的书 是不是这个法 叫心性啊 是 那么这个心性 它有体有相吗 有 那既然有体有相 我们依据这个心性的体相海 所产生的这个佛的名字 能用在这个黄圈赤独上吗 能 心性无二 任何你看到的事情 全是心性 全是众生的 现前的介入心性形成的 现在不理解 我这人的心性 应该在我身体里头啊 应该在我脑子里头啊 怎么我现在看到所有东西 都是我的心性 是的 你看到前面的境界 六臣境界 你看到所有人事物 都是你的心性 都是一颗心性 既然都是一颗心性 都具备体相海 都具备体相海 那么这一法 懒这个法 凭借这一法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佛 所以你看到的 所有人事物 全都是佛 佛性 法性 是一性 我怎么觉得 这个眼前的桌子 没有什么佛呀 不是佛 它是桌子 是你 错了 你有妄念 若妄念兮 一切境界相灭 若妄念一枚了 你可什么境界相 全都不算 什么佛呀 桌子都没了 为真无心 无所不便 那就看到真无心了 你有妄想分别执着 你就会有产生桌子 这是佛呀 这叫调然分别 偏执 偏执 执着 迷了 就产生执着 执着这是佛 这是佛 全都是因为我们有妄念产生 这个后边我们还会讲 那么这是我们所权的法宝 我们所解释的法宝 就是我们众生这颗心性 那么我们用来解释这颗心性的 这些理论文字 是能权 能解释的东西 我们所解释的是心性 叫所权法宝 我们能解释这个心性的叫能权法宝 欧依大说 无我具意法者 指能权法宝也 他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呢 能权的那些法宝 就是我们说的 概念 文字 句式 句子 所形成的文章 这些文章用来解释我们的心性 这都是能权 权就是解释的意思 能解释的 叫能解释的法宝 被解释的叫被解释的法宝 什么是我们被解释的法宝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心性 什么是能解释的法宝呢 叫做无我具意法 就是如来释迦牟尼佛一代释教所讲的佛法 这些佛法是用来解释我们心性的 是能解释我们心性的 叫指能权法宝也 无我具意法 就是极比体相海 无我具意法 极比体相海是指的我们所解释的对象 这个心性 这个心性所存在的体相海 那无我具意法 就是能解释这颗心性的法 极比体相海是所解释的法 无我具意法 是能解释这个所解释的法的 这个法 就是能 所以无我具意法 指能权法宝也 无我 什么叫无我呢 即二无我 就是我们说的两种无我 两种无我 哪两种呢 一个是人 没有我 法 没有我 人没有我 我呢 是什么概念 就是主宰的意思 有自体的意思 区别于不同的东西 有单单的一个东西叫做这个东西 人 我 人怎么没有我 我们有啊 张三 李四 王五啊 没有 佛说 它是五种原材料组成的 那真要有我的话 那真的就应该有张三这个我 这张三我 既不是色 既不是物质 也不是精神 它就叫张三这种物质 这个张三的这个 形成张三的这个物质 跟其他所有的物质都不一样 它不是靠别人来合成的 它不是依据别人来产生的 这叫我 那我们分析张三 我们分析人 这个人呢 佛说是五种材料组成的 这一说五种材料 那再够人就没有我了 它是依据这五种材料所形成的 叫众原和和而生 这个原叫条件 众原呢 就众多的条件形成了这个人 形成了这个 产生了这桩事情 叫众生 那么产生人是五种条件 色 受想形式 色讲的是物质 受想形式讲的是精神 所以我们说有人吗 是在这五蕴上我们给的一个名字 管它叫人 五蕴和和形成了一种东西 我们管这个东西 凭借的东西 我们给它一个假名 我们借人 假是借的意思 我们借人的这个名字 来形容这五种原材料 所形成的一个现象 管这个现象叫人 而实际上脱离这五种原材料之后 没有独立的人 所以人 无我 真要有我 那它既不是色 也不是受 也不是想 也不是实 不是色想 色受想形式 在这五种材料之外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东西 这个独立的东西的材料 是真实存在的 是不依于其他人存在的 有吗 没有 只有一个东西 它不依于别人存在 它不是别人凑合而成的 不是众缘合合而成的 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真如心体 你说我们真如心体 是什么东西形成的 有自性 有自性这两个字不简单 剩下的都没自性 有自己的本性 它不依于别人来产生 它有个性 它有独立 它是独立的 它是绝对的 它不是相对 它不是靠别人来存在的 靠别人来存在叫相对 它自己是绝对的 绝对的就是拒绝一切外界条件 来产生我 我不用你们来产生 我自己产生 换句话 产生这概念就不对 有被产生的就有能产生的 我这个产生是没有能锁的 所以叫自性 那么人 我 讲的就是这个人 是靠别的东西产生 他没有一个主宰 没有自性 没有真实的我 这个我都是五种东西凑合而成的 叫五蕴 蕴就蕴集的意思 五种材料 蕴集在一起 哪五种材料呢 色受想行使 光有色受想行使 这五类材料还不行 这五类材料还得堆积在一起 你毕竟你是一个一米八的个儿 你毕竟有一百八十斤的体重 那这个体重 就是这么一堆物在一起 是不是得堆积在一起 才能形成一百八 蕴 蕴就是堆积的意思 这个蕴子还有蕴的意思 叫五蕴 蕴呢 有蕴集的 有堆积的意思 同时它还有意思 它特别好 遮蔽的意思 因为你有了这个五蕴的身心 叫五阴身心 把什么呢 把你的真如性给遮蔽 让你认识不到 你光看到这个色受想行使的这个身了 这个人我了 你执着人我 你就看不到人我背后所形成的这个真心 它把真心遮蔽住 遮蔽住就像树荫一样 遮了太阳的阳光 形成了阴凉 叫阴壁 所以叫五阴身心 或者叫五阴身心 都是一个意思 它说 无我当中这个我叫二我 人 没有我 它是五种法形成的 那法有我吗 照您这么说 看来人无我 我能理解 小乘 声闻远觉 就认识到这一步 人没我 我认了 我认为有五法形成这个人 五法是真实的 所以叫于法声闻 等他真正的阿罗汉国以后 他就要不于法声闻 才看到 那麦天五韵法也是空的 那启训那边就讲了 我们先执着这个人 是独立的 我们把人执着独立的放下了 我们就到了小乘的境界 我们认为法是真实的 法是真实再放掉了 法本身不生不灭 法是空的 没有实法 好 声闻远觉 觉悟了 法爱是空的 人也是空的 那我们产生人 产生法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菩萨开始烦恼了 你看产生这个有 产生这个空 有无 这两边 这个东西是什么 不可言语 不可分说 不可辟语 叫第一异性 你还得知 你还得放下 所以 无我 二无我当中 第一个无我就是人无我 第二无我就是法无我 放下了人无我 放下了执着 放下了法无我 认识到了 正得了法无我 放下了分别 您就是法身大师了 有人我叫执着 有法我叫分别 分别执着都下去 就是无名 所以 无我当中 一个是人无我 第二一个 所形成人的这个法 也无我 五蕴法也是空的 我们后边还会慢慢再讲到 先不着急在这 给他讲清楚 无我及二无我 俱呢 俱 讲的是 为名俱文身 四个字 名俱文身 那么 名 是什么意思 俱是什么意思 文是什么意思 欧益大师说 俱 为名俱文身 这个俱子 代表了这三件东西 一个是名 一个是俱 第三个是文身 我们举俱 我们把俱给提出来 说出来 叫无我俱 那么三件事情 用一个俱子来代表 俱为名俱文身 举俱 即兼得名 我们把俱子说出来 我们就顺便得到了 名 把名也给举出来 名俱所义 即使文身固也 所以我们举一个俱子 就把这三桩事情 名俱文身 就全部包括进去了 无我俱义法 义呢 为俱之所是 你俱子 所显示的是什么东西 是理啊 义就义理啊 你写了那么多句子 是为什么呢 就是要阐述这个理 所以 我俱 义 法 这个句子所产生的道理 叫义 什么意思 我俱 所产生的什么意思 那就是二无我观 你写了半天那么多句子 写了那么多文章 你不就是要说一桩事情 就是二无我吗 观就是观点 理论 叫观 即使二无我观 那么这个句子 所显示的就是 二无我观 人无我 法无我 这个观点 这个理论 这个道理 无我 我俱义 法 这个法当什么讲呢 为 一知 所显 你讲这个道理 所显示的是什么东西呢 即使 一心真如 指的就是一心真如 一心真如是一个事物 是一件真实存在的东西 叫一心真如 这个真如是有道理的 这个事物是存在道理的 是法 这个法 所以一心真如是一法 这一法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他有自性 树有树性 贴有铁性 水有水性 风有风性 他有性 他保持着自性 所以一心真如 他有自性 同时 一心真如 他有规则 什么叫一心真如 什么东西叫一心真如 符合什么条件 他就叫一心真如 他有鬼则意 鬼生物件 他的鬼则 能够产生你对一心真如的理解 这是另外一个法的一层意思 所有法 有认识跟鬼解之意 这个法一定有自性 这个法一定有规则 通过这个规则 你能了解这法 才能产生对这法的认识 那么我们讲 无我具义法 这个当中的法 是指的是什么法呢 就是讲的我们这一心真如 这一法 这一法 所存在一个什么法 这一法的标准 什么叫一心真如 一心真如的标准是什么 它的规则是什么 它的法则是什么 这个一心真如 会产生 我们了解这个一心真如 我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 对这一心真如的理解呢 就是一 理 这个理是什么理 太多 太多 三藏十二部 讲的就是一心真如 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二五 一心真如当中 最重要的理就是 它能够产生 它有一个标准 一心真如是什么标准 叫一心真如 它怎么了叫一心真如 一心真如当中 没有人也没有法 这两个全没有 二五 所以你要想研究一心真如 你首先就得到的是 这个二五 这个法则 这个准则 真如 就和空调有规格似的 你这个空调是18瓦的空调 还是40瓦的空调 这叫规格 那真如的规格什么 这第一个规格就是没我 既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 那么我们能解释 一心真如这一法的这些 明具文身 叫能解释 叫法宝 这个能解释的法宝 来解释一心真如这一法 所以一心真如叫什么呢 叫所全法宝 所被解释的法宝 而无我具意 是能解释 这个一心真如的法宝 叫能法 那个叫所法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什么叫明具文 二五 我们说了 二五我 我们说清楚了 人无我法我 具呢 举具即兼得明 明具所依 即是文身故也 举一个具子 就连带出明 有了明有了具 明具所依靠的是什么呢 就是文身 那么这个明具文身 就是我们说的 能解释这一心真如的法 那这个明具文身 写出来之后 形成了概念 形成了句式 形成了文章 那么这些东西 所阐述的义 是什么义呢 名无我具 无我义 无我法 所以这个无我 明具 所以这个无我是贯穿 具义法的 叫无我具 我这个明具文身 所写的都是无我 无我义 这个明具文身 所阐述的道理 是无我的道理 无我法 他所揭示的这一法 一心真如这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 的法是什么法 叫无我法 三无我 具是无我具 义是无我义 法是无我法 那么我们插插字典 把这个具义法 再给它明确一下 这样我们大家以后就 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就能够 就能够比较 就比较清楚了 既然我们都查出来了 就拿 就在这里呢 供养大家 把这个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一共 这是三个条目 一个是明 第二是明具 第三个叫明具文 我们偶一大师这呢 叫一个是明 一个是具 第三个是文身 是一桩事情 那么 明呢 什么叫明呢 明呢 能随 阴生 附物体 因而 全体 使人 祈祥者 你看 什么叫明呢 名字 首先是个声音 能随着阴生 附物体 附就是奔附的 走向 联系到一个物体 因而 所以 全体 因而 全体 用这个名 全就解释 解释一个体 使人 其想者 使人能够 生起一种想象 这个物体 这个功能 以闻其名 则其物体 之相 必浮于心 故 你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听到这个声音 那么这个 这个名字 这个声音 所联系的 这个物体 就在你的心当中 浮现出来 这叫明 这个明的作用 是干这个 唐 声音 这都是名 你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你就知道 这个名字 所背后联系的是 一个物体 那么听到这个名字以后 这个物体的这种形象 就在你心目当中 物体之相 必浮于心 故也 那么 为时论二约 明权自性 名字 所解释的是什么 是自性 每一个物体都有自性 水有水性 火有火性 那么你管它叫明 给它一个名字 是用来解释它的自性的 明权自性 这叫火 这叫水 聚呢 聚权差别 聚字所解释的是性和性之间的差别 叫聚 你看这个中国古人非常严格 名字讲究的是自性的差别 名字讲的是自性 给每一个自性定一个名 聚呢 是讲的自性之间的差别 那么 法华悬疑一约 明 明 明语法 明 第一个明 是名词 你给它叫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干嘛用来 来 第二个名是动词 明 明语法 用来命名这个法 命名是动词 这个名字是用来命名这个法的 法即是体 这个法是本体 那就像我们说佛 佛是个名 对不对 那么它是用来命名 这个心性的 这个心性体下用完全被证得了 这一法 用什么名字来命名它呀 用佛 所以你看 拦法成人 因人变法 所以就这意思 所以你看 悬疑说 明 明语法 法即是体 法是实法 明是假明嘛 所以法是 有体 还是真实的呀 寻明实体 根据这个名字来认识这个体 那就是因人变法嘛 拦法成人 因人变法 欧一当时说就是这个意思 寻明实体 那么 这叫明 明 明 聚呢 那么 这又出现一个聚的概念 就是我们这个 列网书当中 我们这个喜新论当中 他没说明 他说无我聚 偶尔大师说 他提了聚就必然带着明 因为没有明就形成不了聚 所以说了聚就自然就带着明 就无我聚一法 那么明 聚这里边又有一个概念 显体 为明 活 水 显本质 显自性就是我们说是用明 权益为句 解释他的意思 活很热 这是一个句子 火是明 火很热是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是不是就阐述了一个意思 说这个火是热的 你看他说 显体为明 权益为句 解释这个意思 解释道理的叫句 显示体的叫明 明句 如 诸行二字 明也 比如他举例的 诸行 各种各样的行为 诸就是众多的意思 行 这二字 是一个明 是一个 显示一个体 显示一张事物 这个事物叫诸行 我用诸行这个名字来描述这一桩事情 而诸行无常四字 则句也 那么诸行无常 这就是句子 显示一个道理了 所以句子是用来显示意理的 名字是用来称呼个体的 来字体的 那么他说 如诸行二字 明也 而诸行无常四字 则句也 以示 全诸行为无常 知意理故也 那么 用这个句子来解释什么呢 来解释诸行是无常 这个道理 你看 句子不是用来讲理的吗 名字是用来称呼事物的 就这一次 那么明句文呢 这又出现了个文的概念 属于 全体为名 显异为句 此二者所依之 因生 取取 及自行为文 你看说到很清楚 那么你又是名 又是句 你这个二 这两个东西 所依之的因生 那你这两个东西 必须得依附于什么呢 一个载体 这个载体就是我们说话的 音和声音 音和声 这个音生 有曲 委曲的曲 曲 就是弯转的意思 你看我们说话 我我我我 四声 这就是曲 它不直嘛 平声 上声 三声 四声 曲 有疏有展 嗨 这是伸展的意思 有伸就有曲 嗯 这不就曲起来 鼻音 所以曲曲 有音声的曲曲 即字形 那你还要把这个名字和这个句子 用字形 给它写出来 这些东西 叫做文 所以文不是光文字啊 音声也叫文 所以 名句文 这三个概念 我们都清楚了 那么这三个 名句文 用来干嘛呢 是能全法宝 能解释一心真如 这一法 啊 名句 所以说 呃 再说了 我们在 我们把这个三个讲完了以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啊 能 无我 具意法者 只能全法宝也 无我 即二无我 具 为 明具文身 啊 具具 即兼得明 明具所依 即是文身故也 亦 啊 我以后接着说 亦呢 为具之所是 你这个句子所显示的东西是什么 叫做亦 即只二无我贯 讲的就是二无我这个观点 啊 这个理论 法 为 亦之所显 法是什么 你讲了半天道理 你要说什么 哪一桩事情吗 我要说的即是 亦心真如 这是我说的法 啊 那么 为亦之所显 法为亦之所显 就是我们说的亦心真如这一法 佛所说法 具意乃多 啊 佛所说的法 具 啊 就明具文身呢 太多了 他所阐述的意呢 也很多 啊 今 啊 乃多 就是特别多的意思 啊 具意乃多 今 独举 无我具意者 为什么今天偏偏单单举出来 无我这个具意呢 他那么多的具意你都不说 你为什么偏偏说无我的具意呢 今独举 无我具意者 唯有 此二空观 也只有这个 两个二空观 人空和法空这个观 能从 心 生面门 入 即入 真如门 只有这个二空观 你才能够 啊 从心的生面门 进入 真如门 啊 啊 只有这儿 你看 我们 讲 入佛门 首先要破两种 要破斜指 斜指不破 佛门入不进来 所以入佛门的条件 大家注意 我们看起心论 入佛门的条件 什么叫你入佛门了 什么叫做你开始 真正入了佛门 二空观 必须认同 这是前提 这是门槛 就相当于二空观的认识 叫做幼儿园 入佛门 相当于入小学 入小学之前 必须 就入佛门之前 必须树立二空观 这是前提 二空观没有认同 没认识清楚 你没叫入佛门 所以 你看我们看起心论 上面写了 显示十一股 破除斜指股 分别修行正道相股 修行的开始是第三部分 所以解释 起心论的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叫做音 第二部分叫利益 第三部分叫解释 解释这一部分当中 第一部分叫显示实意 就是疑心 而二门 显示实意完了以后 理上明白了 破除 第二部分叫破除斜指 什么斜指 就是执着忍我 执着法我 这个二破除斜指之后 才能进入到 我再给你讲 分别修行正道相股 我再给你分别 我再给你分析 我再给你慢慢的说 修行正道相股 修行正道的状态是什么样 一个状态 信节行政 所以这个二空观 是我们修行的开始的前方面 这个二空观不建立起来 你没有开始修行 所以起心论 这是有刺激的 显示实意 叫看破 破除斜指 叫放下观点上的错误 分别修行正道相股 是放下思想上的错误 思烦恼 所以二空观 为什么先举 二空观 就是这是入佛门的桥点 这二空 不建立起来 你没入佛门 所以欧毅大师说 佛所说法 具意乃多 今独举 无我具意者 唯有此二空观 能从西生面门 集入真入门宫 就立刻进入真入门宫 那这从起心论的安排上来讲 也是这样 这个破除邪制之后 立刻我们就进入修行了 无我具 就无我具 无我意 无我法 这三个无我 无我具讲的是什么 就是教经 教经 就是我们说的经啊 分成教经 具 就是教经 教育都在里面 佛陀的教育 都形成在这 明具文身上 它是载体 是教经 义呢 无我意呢 既行经 教理行果 教理行果 那么行 你修的是什么呢 叫行经 怎么修行啊 佛在讲经的时候 讲到修行这个经的时候 叫行经 无我具 叫教经 教育你的时候 叫教经 告诉你 这个没我 那个没我 给你讲道理 叫做教经 让你按照道理去做 叫行经 义呢 就是行经 无我具 是教经 教育你 让你认同这个道理 无我意呢 是行经 让你修行 修什么呢 二无我惯 你看我们荫光大师说 惯即修也 二无我修 修二无我 所以意呢 就是行经 把这个理讲清楚了 你照这个理就要修行 叫行经 法呢 即理经 教理行果 这个法就是理 理经 这个法讲的一心真如 这是我们的理体 我们讲的是这一桩事情 由于这个理 这个理就是我们说的 所权的法 因为这个所权存在 我们才形成了我们的句 跟我们的义 能全的这个句 一名句文身 所权的是一心真如 所谓法是理经 理是用来解释的 被解释的 所以 所以 无我具 即教经 意即行经 法即理经 三经 不及 不离 这三经 就是 教经 行经 理经 不及 就不是一桩事情 那可不是吗 明句文身 这叫教经 二无我观 这叫讲的是义理 法呢 是讲的我们这一心真如 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 现前 接耳心性 为什么叫现前 你现前就有 你还能否定它吗 就这意思 就是理经 这三经 不及 不是一桩事情 对吧 你看我们肯定说的 你看我们的教经 行经 跟理经 说起来有三 不离 不能互相替代 替代 但是呢 又不能互相离开 你说我这 教经能离开行经吗 行经能离开理经吗 都不行 那么三经 不及不离 以为能全 我们把这三经 作为能全的法宝 所全的是我们的一心 能全的是我们的这个教经 行经跟理经 并不出体相海 这三经 能全 也没有从我们一心 真一心的体相海当中出去 并就全都没有从我们的体相海出去 还记 全全 全全体相海 他不仅 没有从我们的体相海出去 他还反过头来 来解释我们的一心的体相海 就这意思 所以能全的这些法 没有从我们的体相海出去 所全的这个体相海 他所解释的 还是反过头来解释这个体相海 所以说 极比体相海 无我聚一法 你看 极比体相海是所解释的对象 无我聚一法 是能解释的这些法 能解释的这些法 也是从体相海里出来的 我们叫称之为治 他这个治所正德的 所解释的 这些法 还是产生他的体相海 所以能全所全是一 佛是不二法门 这里边讲的就是一道理 三经不及不离 以为能全 并不出体相海 大家注意 刚才体相海是我们所解释的对象 我们能解释的法 所解释的对象叫体相海 但是他这时候回马一枪说 你这些能解释的这些法 千万不要认为是从体相海外边产生的 还是体相海自身产生 反过头来还祭全嫌体相海 还是用来反过头来来解释 能产生产生他的体相海 所以 这个所解释的体相海 产生了能解释的法 这个能解释的法 反过头来还是解释了 所产生的这个法的体相海 所以就讲了 能全所全是一 都是从体相海里出来的 这桩事情我们要认同 所以 佛所讲的法叫做能全 能解释 所有他能解释 解释我们的体相海的这些法 全都是从我们一心的 心性的体相海当中产生的 所以佛所讲的法叫称性 为什么称性 它是从体相海里出来的 从体性当中流露出来的 反过头来再解释这个体现 体相海 因为体相海是无量无边 像海一样 所以能解释 从这里边产生的能解释的这些法 是不是也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在里面 是的 所以字字无量意 句句无量意 这个说法不是说形容 也不是感叹 也不是夸张 是真的 因为这些法都是从体相海里出来的 而体相无量无边 深广莫测 它所产生的这些能解释的法 也是一样深广无边 所以叫法海无边 所以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经常提到 字字无量意 每一遍读悟性都不一样 每一遍讲感觉都不一样 就是这意思 本来它就从一个无边 深广莫测的体相海里产生的 还反过头来解释这个深广无边的体相海 那么这个能被解释的体相海 还是深广无边 所解释的法怎么能够有限呢 你怎么能有限的东西 来解释一个无限的东西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讲了 这就讲了法 下面讲僧 无边得藏僧 无边得藏僧 归进三宝 我们归进佛宝讲完了 归进法宝讲完了 下面我们归命僧宝 无边得藏僧者 乘性起修 我们根据我们的性 这个一心的真无性 发起修行 乘性起修 性海无边 这点我们认同了 性海无边 故所修功德亦付无边 那你修这个功德是为了显现性海 性海是无边 你所修的这个功德 性海无边 你所修的功德 也就无边 大家不太理解 性海呢 我们举个例子就像 相当于底下 比如说 我们老说煤矿 煤海 埋在地底下 叫煤海 那么如果煤海无边 这叫性海 用煤海来比喻这个性海 如果这个性海 这个煤海无边 修 修行 这个修就相当于要开凿这个煤海 如果煤海无边的话 那我开凿出来这个开凿所产生的功德 所产生的作用是不是也是无边 因为我这个修我这个开凿这个煤海这个开凿 我们在这里边叫做修 比喻我们这里边的修 如果煤海无边那么开凿出来所带来的效果是不是就无边 是的 因为你所开凿的对象是无边的 那你这个开凿就是无边 那这意思 性海无边 我们这个心性 所具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我们修行 恢复这个心性 这个修行 是下了这个功夫 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回报 一复无边 也就没有变 所以所谓所修功德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你所修的修行是下了功夫 这个功夫是一定能得到回报 叫做功德 这个功德有边吗 你把性德开发出来 性德无边 那么你这个修德 所修的这个功德 这个结果怎么可能是有边的呢 你发掘了一个无边的宝藏 那你这个发掘本身所产生的作用 所得到的回报 怎么可能是有限的呢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性海无边 所修功德 亦辅无边 所以叫 他就解释 无边得藏僧 这个无边是什么意思 所以首先讲的是性海无边 然后你修这个性海 你这个修的功德也就无边了 那么一一功德 你修 修上 这是一件事 有这个修 那个修 四摄六度 三十七道病 各种各样的修行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全是修 那么一一功德 并能含设无边功德 每一个功德 你别看你修的时候是一件一件的事 有各种各样的修 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种修行 那么每一个修行 全都含设无边功德 全都含设无边功德 顾名为藏 所以 以任何一件 一个修行功德 含设无边功德 所以叫藏 所以无边得藏 无边 刚才解释了 得 那就修行功德 也是无边的 藏 为什么藏呢 因为你虽然修行这一门 但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都含藏在你这一一功德 每一个功德当中 所以 我们叫做藏 你千万不要认为 我修 布施波罗蜜 我就得到布施的 这一件事情的回报 不是 波罗蜜就到了彼岸 到了彼岸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这个美景啊 把这个美海开通了 你虽然是一号美景 二号美景 三号美景 一直到六号美景 每一个美景好像是不一样的 有六种 有六个美景 但是只要打通这个美海 是不是他得到的 都是无量无边的 是的 所以 每一个美景 是不是含藏了所有的无量无边的美 是的 就这意思 所以 一一功德 并能含舍无边功德 顾名为常 那这一个景就藏着所有的美 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此地 我们下次再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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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